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锋心犹如冰封的火山 虽极度冷静 可冰封下却是那沸腾的岩浆 第二十一层守官者 完整的空间法则 罗锋默默道 锋王巅峰强者 锋王极限强者 以及锋王无敌存在 都只是第二十层 他们的资质天赋物性或许相差不少 外在资源宝物等等或许相差更多 可一样都没法跨出最后一步 为何呀 这是因为这最后一步太难了 这碾王凭借诸多手段能媲美普通宇宙尊者 可也跨不出最后一步 一步便是真正登天了 锋王强者再厉害 也只能算是宇宙中强者 而宇宙尊者才是纵横宇宙超级存在 而天师公主西罗多一流 更是宇宙中一方霸主 至于混沌成主等等 那已经堪称宇宙中最巅峰的一群存在了 第二十一层和第二十层看似是一步之遥 可这一步 实际上差别甚至不亚于第一层到第二十层总和 罗峰速度骤减 前方便是这层通天桥尽头 尽头处正有这一颗直径两米多球体 球体周围空间完全扭曲碎裂 大量空间碎片 环绕周围 闯通天桥 每三层一个环境 第十九层到第二十一层都是黑洞环境 之前都是在黑洞外围飞行 现在总算见到所谓的黑洞呢 罗峰看着那看似两米多高球体 因为只是背景环境 所以感觉不到丝毫黑洞引力 也不会被黑洞剥夺光线 真正的黑洞天体 单看我眼睛是看不见的 在地球时代 对于黑洞定义还存在争执 可宇宙中却已经弄清楚了 那是一塌陷压缩到极致的 超高密度天体 比中子星密度还要大得多 使宇宙中的一些超级恒星演变而成 会吞噬一切靠近它的 飞船行星陨石恒星等一切天体 以此来不断壮大自己 黑洞也分威力强弱 越强的黑洞 影响区域越大 即使低等黑洞 也得由宇宙尊者势力 才敢立足黑洞核心 若是一些超强黑洞 就是宇宙尊者们 大堆得避让着点 选出你的对手 武者 掌控师 幻术师 选择起一 击败即可通过第21层 成为宇宙尊者 低沉声音从那黑洞天体中传出来 掌控者 罗锋手持兽身兵 直接到 呼的一下 黑洞上空忽然漂浮出大量黑点 而后凝聚成一道人影 通体黑色甲铠 黑色面具人类 那人类背负这柄巨剑 看似巨剑 实际上却是密密麻麻碎片组合而成 显然属于组合信念的兵器 罗锋殿下 能够遇到一位戒逐挑战者 是我的荣幸 守官者站在那黑洞天体上方悬浮着 能和21层守官者交战 也是我的荣幸 罗锋微笑 我得说 不误头整个空间法则 是无法闯过我这一关的 守官者显得很优雅 不过 我会让殿下感受一下 完整空间法则的威力 闯过前几关 殿下应该知道 因为殿下使用的是兽神兵 我却是没法使用兽神兵 我懂 罗锋点头 按理说选择掌控者之后 该使用和自己一样念的兵器 当年的眼神兵 依旧算是空间法则类兵器的一种 只是颤杂着金子法则 属于法则混用 可法则彼此是没有丝毫融合的 可兽神兵 却是融合法则兵器 融合法则 既不是空间法则 又不算金子法则 乃是比空间金 更高一层的融合法则 殿下请出手 我若是出手 殿下便没有机会来 手关着微笑着 彬彬有礼 那就接我一招吧 罗锋也不说大话 轰了一下 手中盾牌兽神兵 立刻脱离射出一片面碎片 碎片上的法则密纹射出万千丝线 彼此迅速串联 罗锋双眸盯了对手 而强大意志意识 引导世界之力驱动那些碎片 随即便是一头数百米长兽神出现 兽神化嘴倒流光 咆哮着直接冲向手关者 周围空间都撕裂扭曲 缝 手关者摇指能咆哮兽神 一股强大无形束缚力量 瞬间降临 那原本冲向手关者的兽神 直接在半空中凝固了 甚至连站在远处的罗锋 也是一瞬间就被凝固 完全封印住 那封印束缚力量之强大 连兽神都轻易镇压 被封印镇压的罗锋 脸上还有着震惊 难以置信之色 完整的空间法则 威力超乎你想象 手关者显得很优雅 殿下能闯到这一关 足以自豪了 这是完整空间法则 不是殿下你所能 什么 手关者吃惊看着罗锋 此时罗锋双眸中满是疯狂 面孔上青筋暴凸显的扭曲 就好似进入当年 接受生死传承那种最极限状态 之前包括闯原始通天山 罗锋也仅仅是让聂力振服爆发而已 他那强大意志并没有被逼到极限过 此刻爆发了 一只意识完全飙升到极限 宛如生死传承极限状态 一线鞭影 给我破 罗锋嘶牙吼道 意志为帅 意识为将 同领着世界之力 同时遵循着漫长岁月魔力 所掌握的兽神意境 去操控那头兽神 这一刻 那兽神幻影似乎变得更加像兽神了 兽神无声咆哮 尾巴也奋力于要抽打 咔咔咔 空间震产 兽神尾巴虽然缓慢 但却坚定动了 只听得轰隆声音 原本被完全封印的空间 直接被强行破开了 之前优雅的守观者 双眸中迸发出灵力 再无优雅 背上哪柄巨剑 划为无数金光飞出 直接在半空中凝聚一巨大剑刃 一道剑刃 直接劈向罗锋 空间所过之处 直接滑吹到巨大沟壳来 罗锋连忙操控兽神去抵挡 吃吃吃 虽然速度略慢 可剑刃依旧划过整个兽神 令兽神崩溃 紧跟着速度又再度飙升 令罗锋逃都来不及 一划而过 直接切碎罗锋铁的那颗命盒 罗锋陨落 失败 看着罗锋消失不见 守观者灵力目光 收敛起来 轻声道 好可怕的意志 竟强成这样 逼我施展出杀招 就算是历代那些 闯第21层成功的宇宙尊者们 当他们成为宇宙尊者时 也很少有意志强成这样的 而且 它还只是一个借助 通天桥未灭 那岛屿中央 坚守着八分面前 悬费屏幕 屏幕上 正是罗锋和第21层 守观者交战场景 原本的笑眯眯的 想要看罗锋笑话 看一个爵士天才笑话 也颇有意思 可很快 他表情变了 风 竟然被破了 逼迫守观者 施展出杀这招 前数者八分 张打嘴巴 愣了许久 所有空间法则守观者 或许使用兵器手段不一 但是都是一样有三招 风 杀 顺 分别代表 封锁 绞杀 顺移的进化招数 威力要大得多 其中杀是三者中 攻击性最强的一招 而风一般是对付弱者 直接封印抓了 只有遇到南缠对手 才会逼迫用处杀 遇到同等高手 才会逼迫到 顺杀风一起用 混沌城 真眼王府邸 庭院中 真眼王正默默坐在那里 在他面前 闭目而坐的罗锋 终于睁开眼 嘿嘿嘿 罗锋啊 恭喜你闯过原始通天山 闯过通天桥 第二十层 真眼王抱着那瓶 滋火圆酒 还以为你闯过原始通天山 就立即停止呢 没想到还去闯那通天桥 试过第二十一层守观者的厉害吧 嗯 很强 风这招就强得离谱 罗锋正中点头 仅仅那一招风 如果自己一直差一些 或者没有三十二倍念力阵符 都根本破不开那一招 由此判断 第二十一层比第二十层 难百倍千倍 当然强了 真眼王笑道 我们空间法则修炼者 将其分成瞬移 绞杀 封锁三大类 是因为整体修炼很难 所以才分类慢慢修炼 可毕竟 它们三者是完整空间法则分开的 一旦联合 那才是完整的 威力得到翻天覆地变化 完整空间法则来施展风 那才叫真正的风意 宇宙尊者对那些不朽神灵 可以轻易风意 总之 单单无头一个类别 和掌握完整空间法则相比 相差了百倍千倍 就像神体 我们人类风亡不朽 已对法则感悟能力 所能凝聚稳定的强大神体 也就十万倍借助之力 可一旦称为宇宙尊者 凭借完整空间法则 所能凝聚的神体 就远远超过我们的神体 单单神体就天差地别 更何况法则感悟 灵魂振服 基因生命层次提升 神体振服 秘宝秘法 自然比我们风亡更强 造成总体差距会很大 当然像一些特殊人物 七剑王 你老是我 有时重宝 或许能超过普通宇宙尊者 自创更强秘法 加上特殊际遇 所以 你老是我才有资格 算是风亡无敌 能在宇宙尊者下 逃掉性命 可以仅仅是逃掉性命 罗峰听了点头 法则感悟二十层 依旧是零碎的法则 完整空间法则 唯能大多了 别烦恼这些事 短短万年就能创出 媲美七剑王的威名 接近为师 你够厉害 你出去听听 现在混沌城中 恐怕处处都是有议论你的 真眼王笑道 现在别管外面议论你成什么样 你先陪老师喝酒 这可是你的庆功酒啊 行 谁来都拽不走我 我就陪老师喝酒 可得多喝点 罗峰连道 真眼王一瞪眼 抱着滋火圆酒 一杯酒醉了 还多喝点 要慢点喝 一点点皮 明白 明白 罗峰咧嘴一笑 此时 什么强制野望 法则感悟 创造秘法 一切都抛着脑后 放开身心 喝酒醉倒 才是罗峰现在要干的 躺在床上的罗峰睁开眼 随即坐起来 放后脑袋 笑了 醉的感觉的确奇妙 偶尔感受一番 也是难得享受啊 随即罗峰便推门而出 这是真眼王府邸的 其中一座庭院 因为之前和老师一起喝酒 细心品味 却一辈子醉了 气流弥漫 风吹着 罗峰仰头看着天空中 那肉眼可见的 运转的法则密纹 清醒 前所谓的清醒 一切烦恼忧愁 进阶消失似的 虽然经常醉酒 望去忧愁会消磨意志 可对于强者而言 偶尔为之 却是一种享受啊 罗峰笑着走出庭院 在真眼王府邸中 慢慢闲逛 遇到真眼王济明弟子 清传弟子 也是笑着打招呼 同时罗峰也分出一丝意识 进入虚拟宇宙 开始办正事 虚拟宇宙与象山 罗峰装园中 在前往冰玉星前 我得好好准备啊 罗峰做输桌前 默默思索着 九阶密典共五份 罗峰已经得到两份 另外三份 分别在三处危险之地 按照指引 借助及时 可以尝试去夺得一份 而这第一份 就是在 遥远偏僻区域的 一处宇宙秘境深处 在宇宙秘境的一颗 冰玉星之中 单单坐山客 给罗峰的简单讯息 就让罗峰知道 这冰玉星一行 是何等危险 这也难怪 这可是坐山客 考验他挥下弟子的 坐山客是很清楚 地球人一脉首领底牌的 设定了考验 自然会将罗峰压榨到极致 不准备充分了 怎么能乱闯了 此次域外战场一行 星辰塔捕猎一个月 战斗46场 供得到 价值 28600亿会员单位的各种宝物 同时还有分解塔 冰魂四网 子中三件宝物 罗峰按道 那三件宝物 其中分解塔价值算是较低的 其他两件都很昂贵 至少远超 28600亿会员单位的 金钱对 蜂王不朽们很重要 可对宇宙尊者 更多的却是 以物换物 那些能用金钱购买的宝物 对他们的用处极少 他们的需求 几乎都是宇宙中 罕见宝物 三件宝物不能卖 想买都很难买 价值28600亿会员单位的宝物 还有军工兑换积分的3000多亿 还有此次 闯元氏通天山的1000亿积分 该怎么用的 罗峰思索着 毫无疑问 第一得强化自身实力 第二得给家族留些底牌 第三就是 提升自己强大小队 自己麾下 可是足足13名强者 不是蜂王极限 便是蜂王巅峰的灵魂的大师 每一个 都有很多方面需要提升 比如给每一个 都配备蜂王巅峰的植物生命 显然罗峰还玩不起 两万多亿混元单位 看似很多 可真正中宝一件都买不起 就在罗峰思考的时候 肩膀上的八把塔连忙到 罗峰 有邮件 是混沌城主邮件 混沌城主 罗峰惊讶 连忙虚空一点 升出一屏幕 屏幕上正显示着邮件标题 罗峰再度一点 便点开邮件内容 内容描述到比较长 主要意思是 你刀河王秘密不可暴露 当年鸿蒙城内的 108位管理者 虽然进行商议 邀请你加入鸿蒙 可他们一个个没有资格看到你的视频 所以 并没有谁知道 你就是刀河王 虽然后来你以刀河王身份进入鸿蒙 可这也无法说明你就是刀河王 因为鸿蒙有一个惯例 但凡封王强者会直接被邀请加入 无需透过管理者进行商议 只有一些特殊加入 并且有待商榷的 才需要进行商议 就算那108位管理者 恐怕也是以为 刀河王是封王不朽身份 直接被邀请加入的 鸿蒙中成员身份乃是秘密 那108位管理者 也得不到详细身份记载 特别是我人类中强者真正身份记录 更是绝密 鸿蒙中 其他一族店主 都发得到最隐秘资料 只有我人类店主们才能看到 此次 你闯过戒主级原始通天山 直接就能加入鸿蒙 我会给你在鸿蒙安排特殊曲 每次进鸿蒙 你都有选择机会 你可以化为刀河王出现之前小曲 也可以以罗峰身份 出现新的小曲 关于你罗峰的一系列讯息 全线都列得极高 还有诸多手段安排 只要你自己不犯错 鸿蒙绝对不会出现纰漏 必须记住 暂时不可暴露你是刀河王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